这次我们已经进了季后赛嘛 我想对我们其他五个选手说 我们上次做的我们已经做到了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都不一定能进季后赛 但我们当时我会跟你们说 我们能进 我会带你们进世界赛 我会带你们进季后赛 我们已经做到了 这才是第一波 我们后面还有很多什么 决赛啊 决赛的舞台 还有那个谢赛的舞台 希望我们一起加油吧 然后跟粉丝们说 真的不用太担心我们 因为我们是FUNPLUS 可以说 da 但有一些全球的 我们有需要赛 我觉得是一个最知名的血润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知名的血润 我们要去迫 我们要去迫 和你 我们要去迫 就是这样的 真的 如果威威惩戒拼贏了的话 要爆掉 是 这波600多点血 我惩到了 而且被减速到了 有机会 找闪现 闪现给一个斧子 再减一个斧子 看一下队友能跟上 给治疗 闪现一丝血了 闪现过来想收人头 最后是女警拿下来这个人头 但另一边光辉 BB盖起来也很危机 这波被推到的一个林伟祥 被女警给点走 再一个减速给到以后 刘欣松必须要交闪现 有手法行走的奥拉夫 是 但回头有一个灵魂烈焰 又打一个脱底射关 穿到了 首先小天是给了一个真眼 确定自己没有被发现 还是个闪 闪出来了 但是这波已经离开 小兵的一个距离了 没有办法直接拉晕 先打两拳 再一个技能拉回来 刘欣松给了一个特弹 BB直接一技能就拉开 躲掉真实伤害的这个空拳 以后回头再 点掉了小天很多血量 还要点两枪才行 而且前面小终没事也 是的 这波也是给到了我们 导播很细心 给到了卢西安 加强脱底射关 很容易成型 能带起这种结果 但是V5这边就是 两条路都优势 上下两条路稳定的优势 这波机会很大 可以直接给大招了 对 跟着射 没法伞 伞了就跟了 伞跟伞 对吧 直接打死 片章就很难看见 清德拉缺蓝的局面 但现在还常常看到 比赛打一打 清德拉没蓝了 他这把还是感觉 打卡尔玛 出炉都没啥用 A点点 是 下路镜头给到 闪现Q技能 没有Q到SAMD Q到旁边的一个 PP大P 直接被一套技能给秒掉了 这时候还要再收一个 再砸吗 但是V5这波也是带着 闪虎先锋走过来的 想砸 直接开一个出动方 原地反打 小天这个位置 轰拳已经用过了 TP下来的是谁 是中路的小东北 小东北这个位置下来 直接吃了 对咪的一个减速 没有办法再追 但不要拉开了吗 对咪反手过来 给一个大命令 想留一下小东北 小东北血量剩下一半 这时候一勾 交出闪现 但反手女警的伤害 也很高 把对面给点到 剩下一丝血 直接贴了 一个Q技能击手 没有双招的 3B技能应该走不掉了 旁边有个TPT关 直接掌握 女警的Q技能打到 再A一下就会带走了 他换掉了 而且自己SAMD还没有死 这么点速度过来 是不够 有一个回廊 可以躲一下 哇 最后SAMD是锁血成功 小天过来 也是直接被打出一个闪现 远方浪子弹 被轰拳兰挡住以后 最后剩下洗礼 一丝血量 都没有那么幸运了呀 而且狭鼠神风 可以直接把下的那一斜塔 几乎都要拿到手了 这Bubub又绕了一下 东元B 东元B这时候不能走啊 东元B是没有大招的 现在只有一个闪现 列了一下吧 虽然走是走掉了 但是这个一血塔 威武应该是可以拿了下来 感觉左边的 就是左边的输出 打到右边身上 输出环境不会特别好 所以你A到人的时候 自己也会被A到 我这边直接要开动 这个辅助被拉走了 是逼你一个精灵球 你还是一个肉打野 而且新德拉还是这么拉胯的速度 你说这个大天使 先锋这不就给拿了下来 B5主动动龙 这时候刘金松能不能来一个好的钩子 PPK的一个走位很趋潜 因为他身上是有闪现的 哎这个位置想钩 这边要苏斯拉直接闪现躲掉了 是后续看一下奥拉斯这个位置 起来不是很健康 那小天原地驾轰拳 也是直接被对方的双射手 B5急火拿下一个大杀特杀 莫尔往前想追人 杜云密斯赶紧给一发2Q来 限制B5的一个追击 他只要一打起来 叔叔肯定是缺的 找机会了 这边在找机会了 但是V5后面人跟得很紧 是PPK已经过来了 小天已经被迫离开三角草丛 两边中单是先打起来 互换了一波技能 莫尔往直接给Q啊 然后再打一个姨妈 但这个球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对 QMP是有闪的 闪现Q技能跟闪换闪以后 大招也是空掉了 QMP的走位还是很妖娃的 有的时候失位好 就是怎么说呢 小天就做的一些 找刘亭松 林松这个位置应该完全没有闪现 就感觉小天有的时候 做的决定比较拼嘛 像去蓝霸拼头进去 是 这波大招抱到了一个出神皇的奥拉夫 但是女警这波倒下了 而且后面林伟祥包过来 还带走了一个PPK 他打牛了很 在这波强行被打 他要被追了 因为旁边有ADC的 这里可能要换人头 但是因为一进的往后拉开 但是一个减速 林伟祥的输出还可以 就看这个输出环境怎么样 比如说林伟祥 球全灌在了林伟祥脸上了 是 但林伟祥左右横跳 并没有给到一个落手推散的机会 反而是把片蓝丢了进去 这波直接要强扣 杀西安B3D死掉了 由DWB拿下这个人头 芳波拉斯打赢了第一波的一个交火 拿到了对方的ADC人头 以后往后拉开 这时候落地的一个BWB 胜强系列的效果 也没有特别的好 芳波拉斯有一个机会 直接来卡断B5的一个龙魂 但是这一波小东北 虽然没有大招状态 现在是全满的PPK走过来 但是血量直接被打到一个箭底 以后闪现勾想勾 勾到小东北 小东北身上是有一个智天使的 小天在后面二连筒跟上以后 小东北的一个新德拉倒下 这边又没有有点危险 闪现好险这个勾子没有勾中 有的时候真的不能急哦 对 因为现在方帕拉斯 悬来边 但是D5如果一击 这么又勾到了 又勾到想先交出来 旁边吸了回去 林伟强这边又是撞撞的 这个人 是但是身上的一个水银一直没有用 反手现在反而是 公子哥先被打掉半条血 交了一个闪现另外一边 小孟儿进场 但是被打了一个进步以后 交了一口治疗能活着吗 没有林伟强 拿了这个人头 小天最后一丝险进场 把人给包在一起 但是方帕拉斯刚刚因为往后拉 拉的距离也比较远 没有后续的一个输出 两边现在都有人也倒下 一个吧 因为现在团长已经两边套了 而且现在开团的主动权在方帕拉斯 是 毕竟我主书是一个太太 是吧 这波开完 这波有一天都撞 从中撞到三个 奥拉夫是开一个大招 掩护一下 最后交伞现场 杀公子哥 公子哥也有伞 而正面虽然莫尔进场 推出了一个不错的晕眩 但是自己的后排也因为 刚刚 不过这把确实林伟强 前期发育不顺的情况下 3-2-4 现在的战绩是已经 他的装备和女领差不多了 来了 这里要招中了 这射体肯定是要给他抱住 他是没有选择 他是走不掉的 对波 进头回来 他们方式 小一个一级都没有闪现 手卫进来 小天依旧是在绕后 但他没有大招 这波绕后的作用有那么大吗 诺尔西提到了一个正面 直接给一个落子退散 推到了刘青松 刘青松这波大招 也是直接给女领 之后小天绕过来 一个强走的卤并没有直接出 但是这个一级都拉得很一般 看Sandy的一个女儿 水银也是浇掉以后 两个攻拳 给了一个盾 但是没有救出来 之后刘青松换掉了 后排的一个女领 Sandy倒下 又微微的血量也很危机 之后回头减速一下小天 第3条的火龙 B5依旧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火龙给凑齐吗 看下微微这么有没有强 这一波火龙 微微还是有一点点机会的呀 是反状态的 小刘青松 拼巧没拼 没拼到 被Dui B拿到了这条火龙 但是后续好像 卢西安被收 卢西安感觉要全收了呀 现在已经是三杀了 Dui B给一个减速 但Bubu直接一技能滑出来以后 趁强行李 Dui B赶紧给一个一技能 哇 直接选择开打 两个ED打得很快 这个龙直接奔血了 真的打得很快 这一波好像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这为什么团场大招抢龙 团场大招给出去 但第一波死亡之女 上海经给出来了 奥拉夫温温把大龙给逞下来 正面团战 方不拉这一波还要硬接进来吗 我这边上面经我有点脱节了 被卢西安直接单打 PT大这波给了一个盾 Bubu的血量根本没有掉 这边这边闪现否则 留一下杜云臂 杜云臂是没有闪现的 这个是知道的 V5这边看能不能追 是奥拉夫这一波 感觉像他战神开启出的王温 就是给减速让后排 红色帮的人想追 再给一个减速 结束到的是林伟祥过来 直接 但是给了一个盾 林伟祥总算是拉开以后 小天这个位置 再扛了一个Bubu的一个脱离圣光 其量再往下掉 这波现金这个资料都交出来 两下平A 把林伟祥追到红挂夫区域给击杀了 而且女警点塔很厉害 不想接两个家子 女警点塔的速度 确实很快另外一边 Q到了一个小天 小天这个位置 一个轰拳交闪现拉开 但是这样你正面先手的 打也没打残了 要撤了 要撤了 你现在这个东西还是能持续推进 是的 动这个过来 这个茶眼 过来的时候看到这路线 就是在蒙了 是 直接直接枪过来 这边连拉克斯的一技能感觉 也是在找DW要破一下女神 又来找金弓 圣枪系里起下去 金弓血量已经下到半血了 是 这波圣枪系里的伤害感觉有一点高 连射程都下了三分之一条血量 这边已经直接上高地了 威威这边过来 一直追着在给减速 后排的双射手 就很轻松的把水晶也给点掉了 现在两路的高地 我这边船长大招 把这个阵型已经给搅乱了 是 现在找位置 这波圣枪直接硬开的大招 直接走出来了 这反手 Bprodu叫闪电但是这波涉体进场了 竟然一直能拉两个 但是好像拉的也不是特别的好 Bprodu直接给带走 一只滑脸 但是另一赵这么是有DW的一个争议 打出Bprodu一块秒表以后 刘靓松前单前队 回头还在N背中 但是沃德队再忽然推着出来 卢西安怎么开始收割 另一赵已经倒下 DW也是看了一个死亡秒表 没有奇迹了 Bprodu以三杀 宣告着V5 以3比1 进进到了我们的六进 是我们攻击 V35 BYE 各位好 欢迎来到笑话采访 我是欣然 恭喜V5拿下了本场BO5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钟淡梦 来到笑话采访 先跟各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V5钟淡梦 欢迎小东北 首先是恭喜你们 拿下了队伍的首个BO5 我之前看你们的海报上面说 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那有没有想过可以带领队伍 在这个新世界里面 拿到一个3比1的比分吗 想过一点吧 但是都定好明天得跳的 但现在得退了 后天继续打了 这还是很有冲劲的嘛 因为都是新鲜学业 虽然你们开玩笑 那其实你们在两队的打法上面 是有很多共同之处 或者相似之处的 可能都是通过前期来积累优势 然后来滚雪球 在后面通过团战 这样发育来说赢得比赛 那你个人来说 我觉得今天你们比对方做的 更好的点是哪一些呢 我们就是比他们提前来 公公夜去那个坐视野 然后逼他们下来 先坐视野 然后打起来就逼他们 简单很多 今天好像在视野方面 会做的比较多的功夫 那我们来聊一下 对局方面的问题 第一局的话 其实FUNPLUS开局打得非常主动嘛 那一直到17分钟 那一波中路 那一波反打 其实他们先来开你们 但是那一波色提的 一拉三 加上你的技能combo 可以说打出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反打 那一波是怎么去沟通的呢 那波 没沟通 我忘了 好像没沟通 进去就说死了 然后看情况 放技能 就靠默契去打比赛 那第二局的话呢 其实也是比较相似吧 第21分钟左右的时候 在FUNPLUS野区 你们先是抓到了 一个落单的莉莉亚 但是对面支援呢 相当的快 而且把伤害都关在了 你们的EZ身上 结果EZ没有死 然后你配合了 残血的EZ 拿到了一波三杀 然后结果后面就起飞了 那一波是谁去指挥的呢 那我一定不死了 后来死了吗 那当时残血 还是打出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WQ嘛 当时就打嘛 然后看对面玩 对面撒荒着急的 然后一上来的 然后就撒了 也没啥过 就打牵牌打牵牌 还是有个 还是有个比较 准确的目标的嘛 那其实第三局 失利了之后 其实你们是守卧赛点的 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下 那因为对方又拿到了 一个优先选边选 所以你们可能会 很慌的一个情况 所以当时是什么样的 一个沟通呢 就比如说 你们在进入第四局之前 有什么样的反馈 就沟通 就可以赢可以赢 然后慢慢打慢慢打 就没啥了 那我最后问一下 就是这个第四局 最后一局嘛 这个非常关键的 秒大龙这个决策 就是其实在那之前 对方已经稳下来 相当多的节奏了 就是把你们的经济的 这个差距嘛 拉小了很多 所以那一波是谁去决定的 那不好像是 BiuBiu只会的 说打了龙很快 然后我们也有点急了 然后就 就打了龙 发现也挺快 对面也没过来 然后就打掉了 今天第三局也是 就是MVP 第四局 MVP给到BiuBiu嘛 当时我们在台下 还说呢 说今天你拿到了两个MVP 然后进入说 你说怎么第四局没有给我 你今天觉得BiuBiu打得怎么样呢 还是说自己打得更好一些 BiuBiu打得好 BiuBiu有萌 萌 路线有味道 可以 那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你们现在挺进了下一轮了嘛 所以也是会面对上 运营方面特别特别强的苏宁 你觉得说 面对他们的话 有什么需要特别准备的呢 面对他们的 就现在我们气势比对面足一点 气势 出声球都不怕虎吗 我们就气势比他们足 杠赢了一个 气势很足 就是把这个气势给延续下去 是吗 好 也谢谢小冬北 来到我们的CIO采访期 恭喜Biu 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 我们把时间交还